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大 这一新闻怎么能连针锋上都有 岑主编这次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岑主编这次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就算岑未不报 其他媒体也还是会报的 这是什么 这是岑主编大早送来的 看来是因为报了欧阳希子的新闻 想和您道歉 他道什么歉啊 是我让他报的 葳葳 你报吧 没关系 这事我可以先压一压 你不报总会有人报的 这个照片肯定不止你一加油 你现在已经是副总编了 千万不要因为我说软 岑 您通知我已经够意思了 赶紧抢个头条吧 是您同意的 欧阳希子到了吗 还没有呢 那你去接一趟吧 一定要在董事会之前赶到 好 你看针锋上了吗 不光是针锋上 报摊上所有的报纸都看过了 包括手机推送 亏 亏你还这么淡定 既然事情都发生了 只能接受了 你 你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一会儿董事们就要来了 霍老师 霍老师 坐坐坐 霍老师 真不好意思 临时召开这个董事会 欧阳希子这次的事情 实在是没想到 真对不起 做公司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遇到问题就去解决 不要对任何人说对不起 董事们要是能像您这样 体谅应用就好了 您想到解决方案了吗 这个危机公关可不好处理 岑未已经帮我查到了 欧阳希子做陪酒女的事情 它是有原因的 看来您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 看来您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 我说你还真淡定啊 接电话呀 接电话呀 女士请 这叫什么事 找着戴燕竟 竟然是个陪酒女 就 就 先别激动 这也不是沈总希望发生的事情 戴总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难道沈总在签约之前 就什么都不知道吗 邵总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做前期调查啊 沈医院 这件事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必须马上跟她解约 这种人啊 不能留在艾利斯 对 不能留在公司里面 各位董事 今天召开这个临时会议 就是要向大家当面澄清 欧阳希子陪酒的事情 澄清什么 照片是清清楚楚 难道是PS的不成 不要等出了事 你就想起我们这些董事了 平时啊 你把我们这些股东 放在眼里吗 公司要不是你一人说了算 哪里会出那么多事情 就是 说得没错 上次法国秀场 就差点被那女人搞砸了 你不但没有追究她的责任 还继续把她留在公司 当代言人 你这个首席总统是怎么当的 你就别当首席总统了 太过分了 你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 你们先冷静一点 问责也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还是先听听 依恩她自己来解释一下 别的我认 但公司并不是 我一个人说的算 歌曲里面 所有的重大决定 都是经过董事会 一致同意的 现在出了问题 你们不想办法解决 反而是把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如果你们想找人 背黑锅的话 好 我来背 但是背了 也还是要解决问题 我说你们这一个个 年纪也不小了 出了点事 发省脾气啊 EQ能不能高点啊 这是董事会 不是菜市场 你 明白吗 你什么你啊 秦也 出一点形象 坐下 坐下 不要打断依恩的发言 咱们现在最要紧的 是尽快和欧阳希子 解除代言合约 及时为公司止损 据我了解 欧阳希子这次的事件 是有引擎的 他也答应了 会当面来向大家解释 请你们听完他的解释 再来做决定 那他人哪 出来澄清啊 我倒要听一听 一个陪酒女 除了钱之外 还能有别的什么理由 对 叫她出来澄清 喂 依恩 你就让她来吧 喂 欧阳希子不见了 电话不接 家里也没人 好 依恩 怎么了 对不起 霍董 人今天不能来了 不是出来要解释吗 人哪 我就说这种人不能留 必须马上解决 对 我们绝不能手软 否则 我们公司的名誉 就毁在这个女人的时候上了 说得没错 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保证 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 人犯错误没有关系 关键是能够承认错误 勇于承担责任 这个欧阳希子小姐 她之前就在巴黎犯过誓 这一次又故意隐瞒自己的经历 确实可期 不过 依恩是我们的总裁 她不会做出 伤害公司的事情的 这一点我可以为她保证 不过这次的事情 事出突然 我们也应该给她多一点时间 让她好好地处理 行 现在破总发挂了我们意见 不过沈怡恩 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 要不然 我们俩替你处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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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 今天来参加师恩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代表师恩向各位宣布 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根據市場的定位 以及模特的氣質 我們一致決定 聘用歐陽希子小姐 作爲市任 最新的形象代言人 不是嗎 不是嗎 真的 楊陽希子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要不我們去他們公司 把這事情說清楚吧 這件事情 公司損失比我們更大 而且沈妍不會不管的 你別再說了 煩不煩哪 來 希子小姐 幸會 幸會 走 歐陽希子來了 歐陽希子 歐陽希子來了 歐陽希子來了 快快快快 走 各位各位 歐陽小姐 大家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啊 歐陽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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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先回座上坐好啊 坐 開始了 孫總 歐陽希子不是 艾利森的代言人嗎 詩恩為什麼會 請她做代言 自從報出歐陽陪酒的 醜聞後 歐陽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今天卻和詩恩 站在一起 是怎麼回事 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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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總給我們解釋一下吧 安靜 安靜 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非歐陽 讓大家明白 歐陽小姐 其實是一個受害者 她是受害者 不是吧 受害者是什麼意思 難道是故意 這麼做的嗎 是被陷害的嗎 來來 安靜 安靜 跟我說 跟我們說一下 好嗎 細子小姐 首先第一點 必須要説明的是 艾利森 在沒有深入地了解 事件經過的情況下 以及並沒有給歐陽小姐 一個解釋的機會的情況下 已經單方面解除了 與歐陽小姐的代言合約 所以今天詩恩的 所作所為是完全合法的 第二 其實這件事情 歐陽小姐是有苦衷的 我想請在座的媒體朋友 給她多一點時間 讓她慢慢地 把事實的真相告訴大家 好嗎 請小姐給我們説一下吧 你給我們解釋一下 說出來吧 是真的嗎 解釋一下感到 別怕 你都忍這麼久了 太辛苦了 說一下小姐 說一下小姐 你倒是給我們解釋一下嗎 首先 正如大家的照片所見 我承認 在我做模特兒的初期 我 迫於生計 我確實做過陪酒女 真的呀 真的 是真的嗎 你這樣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我帶給大家這麼多負面的消息 我 在這裡 真誠地跟大家說聲抱歉 有一個公眾對我的原諒 但是 卸下 這些明星光環之後 我只是一個 很愛我家人的平凡人 我希望大家能不能体谅一个 作为家长的心情 能不能不要再报导这件事情 还给我的孩子一个单纯 健康的生长环境 谢谢大家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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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当我知道欧阳小姐身上发生 这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我跟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 很痛心 很惋惜 但是 当我知道她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在那一瞬间 我全都明白了 各位 请看大屏幕 这就是你们看到的欧阳希子 在屏幕前她是一个 光彩照人的大明星 千万人的女神 但是在屏幕后呢 正如你们看到的一样 她也只不过是一位 也平凡地不能再平凡地 母亲而已 欧阳小姐 出社会的时候 一人不熟 被迫成为了一名单身的母亲 真是的 我恳请各位媒体朋友 放过她 放过这位可怜的妈妈 她只不过是有一段 不堪回首的过去罢了 谢谢 所以今天 我诚意邀请欧阳希子小姐 作为诗人新一级的品牌代言人 代言人 代言人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 我想告诉大家 不能因为一个人 过去所犯的错 就否认她的现在 甚至否认她的一生 那些狭隘的企业 利益至上 满脑子想着怎么挣钱 诗人不是 我们应该以爱代人 以善为贤 重新出发 诗人绝对不会放弃欧阳希子小姐 那什么时候签约呢 希子小姐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 把签约仪式办了 希望你和诗人一起 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 和希望 欧阳希子已经找到了 就在里面 先被冲动 冷静一下再进去 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而失去理智的 沈总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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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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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艾丽希子的代言人 康庄小姐 为什么会去代言诗人啊 对啊 对啊 沈总 说一下好不好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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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總 沈總 是呀 沈總 承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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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小姐 你難道忘了 你和我們歌歷斯 還有合約在身嗎 合約上寫得非常清楚 在合約的有效期內 絕不能再代言 其他的時裝品牌 你今天這麼大張旗鼓地 和詩恩簽下了代方合同 公司一定會向你追究 法律責任 沈憶恩 你這個歌歷斯的總裁 做得很草率啊 公司裏邊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啊 我提醒你一下啊 半個小時以前 歌歷斯的法務部 跟各大媒體 發佈了一封律師函 上面白紙黑字 寫得非常清楚 因為歐陽希子小姐 違反合約內容 給歌歷斯旗下的品牌 帶來了負面效果 因此解除 與歐陽小姐的 單元合同 來 自己再看一眼 我看你這個表情 我發現你是真不知道 沈總 您這個總裁當的真的是 棒 棒到沒話說 走啊 好 謝謝 你是怎麼知道孫彼得 今天是在這裏開發佈會的 自從他偷走歐陽希子的設計之後 就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的一舉一動 我都很關注 他專門挑選了一些 跟他關係過硬的媒體 還真是一點都不漏 很顯然 他是想給你個驚喜的 我現在仔細想想 從法國的那場大秀開始 一切都是他在搞鬼 從法國 歌歷斯在法國的那場大秀 歐陽希子突然消失 那場秀差點就毀了 原來你用安迪沃侯的 多普藝術 舉辦了那麼一場完美的秀 其實是臨時的應變之舉 但今天孫彼得贏了 僥倖 詩恩和歌歷斯 是同時期創立的品牌 而且都是女裝 秦也和孫彼得 還是大學同班同學 這些年來 我們兩家沒少競爭 但説句心裡話 我從來都沒有把他看作 自己真正的對手 大概是我太侵蝕他了 今天才會輸得那麼難看 你很了解他 也就是說在這之前 他從來都沒有贏過你 可以這麼説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一隻老鷹 怎麼會被一隻麻雀 捉了眼睛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幫他 我還不確定 我只是想到了一個老對手 誰啊 等我確定了以後再告訴你 好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搞得清楚啊 在你沒有弄明白之前 你為什麼要和那個歐陽希子 解約呢 如果我説是因為豬隊友 你會不會覺得我在推卸責任 艾利斯的總裁 居然也有這樣的無奈 公司不是我一個人的 其他人的決定 我必須尊重 在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希望 整個公司都是你一個人 這樣你就不用顧及 那麼多其他了 公司是我一個人的 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 就像瘋狂 總不見得是你單打獨鬥的 結果吧 只是說話 好 有沒有興趣想念吃點東西 改天吧 歐陽小姐還有很多事情 要處理 好吧 好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 儘管跟我配合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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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我們再商量商量好了 少點些塊錢 這百分之五的股權 是我能拿出最大的爭議了 這點什麼我不要啊 開玩笑 別生氣 對了 你跟那個雷西的陸準 什麼關係啊 這麼絕密的設計 能不能拿得到啊 怎麼辦呢 如果真那麼簡單 還值得你公司 百支五的股權 陸準已經找上門來了 其實熊熊的 看起來不太好人啊 我不想得罪他 你已經得罪了 幫我們安排一個 設計總身的職位 不是 那你什麼時候上班啊 看心情 什麼看心情 沒有工資的啊 我幫你散散 你幾次問我 做出事一樣醜聞啊 自從報出歐陽 陪酒的醜聞後 歐陽細子就沒有再露過面 今天卻和詩恩站在一起 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必要 要讓大家清楚 歐陽小姐 其實是一個受害者 歐陽細子 在沒有完整了解事件經過 並且沒有給歐陽小姐 一個解釋的機會的情況下 已經單方面宣佈解除 與歐陽小姐的代言合同 所以今天試驗的所作所為 是完全合法的 第二 其實這件事情 沈小姐 我希望儘快能跟您取得聯繫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訴您呢 沈小姐 現在很難解釋清楚 麻煩您儘快給我一副沈小姐 史密斯先生 您先不要急 您給我慢慢講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好的 沈欣是這樣的 最開始來一個中國人 他要向我們停止一筆專輯 他們設計非常親密大丹 對每一項工藝要求都是很可可 要不是我們有百年的主板加工紀念 和高超的工藝標準 也根本解不下這個鈴鐺 但他們有一個特殊的要求 究竟每一枚專輯 都必須使用三顆拉 精度 VVSL DXX的藍色火焰工藝 切割的專輯 別的主板已經很久沒有搬上過這麼大的檀子 我心想想小姐上次幫了我一個大忙 所以我想把它當做一個驚喜 作為給你一個包大 可是突然出現這麼一個人 當然不可靠了 他是我的好朋友白基斯介紹的 白基斯和我三十年的交情 這也不可能騙我 而且我去了諸位客戶在辦理的辦公室 看上去完全沒有問題 於是我們擔任公司前進合同 那後來呢 我一方面讓我的主板商朋友 幫我繼續收集 所需要的藍色火焰展示 另一方面我們把買到的裝飾 開始進行加工製作 這個就算過程十分不易 我們用了經驗最豐富的工廠支付 經歷了很多次失敗 但按照對方的設計圖 成功做出了設計要求的裝飾空多 雖然我需要的裝飾數量很多 按照我對主板市場的判斷 購買到我所需要的藍色火焰鑽石 應該不成問題的 可是一向不大的事發生了 市場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商品賣家 他大量地收過三顆拉以上的藍色火焰鑽石 藍色火焰一下子成了經驗後 價格最終發生哪裡也跟著翻了兩三倍 如果我按照那麼高的價格 收過我所有需要的藍色火焰來完成訂單 不僅賺不到錢還要倒進去 我到處站那些珠寶工火商 想盡辦法收過我需要的鑽石 但是就連以前的經驗退休都找了 可是找他的數量實際不夠 最後眼看著交貨的設計越來越近 我專門跟他幫你 想想對方難過多個天時間 可是他去一點清免都不給 他還給我強調了 只要時間一大 如果不能入其交貨 就會立馬向我所要賠償 雖然是北本買賣 但是我不能想像我回了B&S的招牌 那是 那是我和我的妻子共同壯件的 B&S是我們的必勝的心血 所以我還是要這樣 以高價收購到了足夠的藍色火焰 日夜感光想入其交貨 可是時間太近了 最終還是沒能完成 事情就是這樣了 沈小姐我知道 你公司用十五家門店 替我們做了經濟擔保 好 現在我們付不起五百萬的違約金 和一千五百萬的銀行貸款呢 這呢全不破產了 這會直接導致你的門店 被銀行扣押 草堂這個局面 我沈小姐真的很抱歉啊 你看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我沈表天意 背書太近 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什麼地方 我沈小姐 我沈他來跟你賺錢 你幫你賺錢 你別失去 我留給你了 你不怕 你沒有要 投資的月資 Vatican 姜柯雅你的十五佳天呢 我 善表天意 没说太近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耳朵来一个 小眼睛 沈小姐 沈小姐 你稍等一下 我们孙总正在开会 你真的不能进去 你稍等一下 沈小姐 我们孙总正在开会 沈小姐 你 孙总 抱歉 我没拦住 人家沈总是我这么多年的 老同学 老朋友了 你以后对人家客气一点 老同学 沈小姐 你迷路了 你来我这儿啊 坐 史密斯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史密斯哪位啊 少给我装傻 施恩一直在爱丽丝背后 刷手段 从法国的大秀 到欧阳希子的代言 现在连史密斯珠宝的事 也出了纰漏 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啊 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孙彼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敢承认 你也太虚伪了吧 欧阳希子你都可以直接 从我这边挖走 史密斯的事 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是 挖你墙角 我认 是你们艾瑞希为眼中钉 不对 是秦也为眼中钉 我也认 但是 什么史密斯 史密斯的 我听都没听过 我凭什么认 你灯我干什么 你眼睛灯这么大 也没有用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欺负谁眼睛下来 我看 以你的智商 你也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是谁帮你出的这些主意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背后有人吗 你不要吓我啊 沈妍 我从小到大 最怕这种飘啊飘啊 飘啊飘啊飘啊的东西了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你最好不要骗我 我好怕啊 好凶啊你 吓死人了 刚才选一人来了 我问你啊 什么史密斯 谁啊 怎么了 他来跟你猪宝场的事呢 对啊 气势汹汹的 根本都把我吃了 你到底对他干什么了 你不用着急 明天新闻一出你就知道了 别太过了啊 怎么说他也是我同学 你心软了 心软了我立马收手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是说你以后采取行动之前 你先跟我打个招呼行不行 你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 准备 有准备哪来的惊喜啊 是不是很清楚 真的 那就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 Delaware 好 各位 請大家都過來一下 大家好 我願意你們 我願意你們成為 Lazy在中國的第一批貴賓 陸先生 這次Lazy在中國的開業 宣傳得非常火爆 同時您還帶來了 四大設計師 我們非常想知道 您的新產品 將以什麼樣的方式 來銷售呢 我知道 很多人都是衝著 四大設計師來的 對嗎 我也知道 你們為了這些限量款 排了一整夜的隊 但是不好意思 今天所有的限量款 我們只送 不賣 真的假的 大家先別急着激動 要想得到你們的禮物 首先要為我做一件事 謝謝 謝謝 我希望大家 不要把這裡當作 一家服裝店 這麼些年來 雷賊一直在世界上 傳遞着一種心情 一種可以讓人 抛起瑣碎 忘記煩惱 享受 逃脫壓力的喜悅 你們告訴我 你們排了一整夜的隊 風餐露宿是爲了什麼 一件限量款 到底能給你們帶來 多少歡樂和喜悅 雷賊不希望商品 成為大家的負累 你們盡可以把這裡當成 你們的後花園 你們的會客廳 一杯紅酒 一杯咖啡 享受這一刻慵懶的食物 把你們的心情 把你們的美好 告訴我 分享在 雷賊蘭德裏 這樣我們也會把禮物 送到你們每個人身上 香氣 好 把這裡當成你們的樂園 盡情地分享吧 這麼快就上門推送完了 是呀 真快 太快了 是 挖你牆角 我認 是你們歌歷斯為眼中釘 不對 是秦也為眼中釘 我也認 你找我 你找我 我剛剛從詩恩回來 孫彼得怎麼説 他說不是他 狡兵 我也覺得不是他 我覺得他這次説得是實話 你想 孫彼得的性格很張揚 如果真的是他的話 他恨不得開瓶香檳來慶祝 根本就不會抵來 好 就算真的不是孫彼得 這事還能有誰 現在檯面上就這幾個人 和我們有來往的 能從我們的損失中 獲得利益的 除了詩恩的孫彼得 還會有誰 請你 你好 很高興 很高興我們來 乾杯 乾杯 很高興我們來 恭喜你啊 陸總 這麼小的杯子 秀琴 今天安久還不錯吧 謝謝 你弄得很漂亮 看得很肉迷嘛 这幅画很有意境 它的名字叫做 《愤怒的海》 你看它的布局色调 会不会觉得画家 把所有的痛苦和恩怨 都隐藏在大海之下了 看似凭借 其实内心波涛汹涌 多 你跟我太多了 没有了 一点点 今天你们开业 你看我来得太急了 没准备什么礼物 恭喜啊 你能来 已经很给面子了 再加上外面那些 针锋上的记者 不也是 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你们开业声势 搞得这么大 哪家杂志不想要头条 能把这么好的机会送给我 我才应该感谢你的 找机会请你吃饭 还有让美女请客的道理啊 你的好朋友沈耶恩今天 没有来的 耶恩她还有工作 可能一时过不来 理解一下 没关系 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好 路易 你值得赢我吗 真是会说啊 这是小马哥最新款的设计 我特意为你们准备了 有点花哨 我觉得这件适合你 你觉得呢 帮我傲享一些下 好的 这怎么好意思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是时尚杂志的领航人 像这样的礼物 可能天天都会有 千万别跟我客气 请笑纳 好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但是饭我必须要请 责日不如专日 要不然就今天 她今天应该没空啊 来势熊熊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葳葳 我今天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找陆准谈一谈 好啊 那你们两个聊 晚上吃饭随时嘛 那我先走了 谈得好一点 我估计你要跟我谈的事 在这儿说不到事 去我办公室的 要喝什么 不用了 问完了我就走 看你的样子 像是要心事问罪啊 你是心虚了吧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了吗 没头没尾的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史密斯出事了 哪个史密斯 你别装了 你不知道 珠宝的订单 是不是你下的 你说的什么订单 我不知道 你说的是法国的 那个史密斯对吗 什么呢 我不是真的 你不能忽略 这些东西 你真是什么 不忽略 你不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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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